好,謝謝 好,各位,我們就不耽誤時間給議務,剛剛我們已經先做了預告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跟大家分享 創新,我們可以從很多的角度來看它 那麼,最近看到一個資料,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收點 網路上這個人可能不是很有名,不過他提出這樣的東西 用他的資料,我當然要修正他一下,還是要把這個來源修出來 他對於創新的內涵,大概區分成這樣幾個層次 當然,基本上我是把它的順序稍微調了一下,不過我認為這幾個字是有意義的 首先是,他說創新的核心是Near,Nauty 那麼,這部分很核心,但他根本沒有辦法完全保護,他可以隨意流通 第二個字叫Unique,那麼他是心之外,他要加獨特 那麼,英文來講就是Creation,這一部分可以有完全保護 不過呢,他大概還沒有專利價值 那麼,再往下是Useful,這一部分就可以用Invention來講 他只在心跟獨特之外,他還沒有用 這部分可以有專利保護,那這裡面可能已經可以開始獲利 那另外一個,相對來講,這個衝擊最大,Impact最大 那麼就是Innovation,他是在這之外,他有個有價值 那這種價值呢,他基本上會帶動點盤變遷 不過呢,他基本上要面對開放市場的競爭 那麼,但是他厲害的話,他就可以變成Defacto Standard 我看到很多像這個,Microsoft,他的這個Office System 他的這個,Window,基本上就是一個Defacto Standard 這個有很好的案例 所以基本上我們接下來談兩個名詞 Creation跟Innovation 那麼一個是Creation在前面 他是原創發想的一種創造力 那麼創新,他是市場價值的一種實現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再往下來展開來討論一下 那麼他的創意跟創新 這個Creation跟Innovation,他的核心 我會說他是一個破框 Thinking outside box 那麼,我覺得最簡單的例子 講一個古典的例子 孫碧的下市對上市 他就是Thinking outside box 那他是Outside什麼樣的box 打破,可贏了之後,先贏了再說 這樣一個冠心思維 所以他,這樣一個沒有必要遵守的一個態度 每一個人都在遵守 而孫碧一下場,他就不按態度出汗 結果他就可以用他弱勢的矛盾 因此因染 那麼在,可以講說擺脫這種思想的框框 這個事實上是,而且往往這個框框是不自覺的自我設限 那這裡面最著名的例子 一般在心理學教科書裡面 大概都會舉個例子 怎麼樣一筆,要穿過九點 有這樣九點,你有什麼辦法 用至多四筆,要超過四個直線 把它串起來,把它串起來 通過它 大概一般情況,我們乍看這個題目 你怎麼試,試不出結果 結果呢,教科書裡面告訴我們答案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這樣就可以,就算這個答案呢 你要能夠得出這個答案難題 首先,就要把不自覺的框框拿掉 他這個提議裡面,事實上沒有講說 你一定要在框框裡面來畫這四條線 所以如果你一旦把不自覺的框框拿掉 那麼你用意識破框 你這個答案就出來了 不過再介紹大家,我要提醒 提醒,往往有些時候大家把這個當中的標準答案 因為所有教科書裡面大概都寫這個答案 不過呢,我要特別強調 不要把它當成標準答案 天底下的問題,一定有多於一種答案 你把它當成標準答案 這又變成一個框框 我不曉得各位在看這個題目 以後,除了這個答案,還有其他答案 其實非常簡單,有人說 如果我可以弄開麻布,沾了一個摩子 趴一下,把它就有點蓋掉 我算不算符合這個提議 我沒說它可以算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說 一旦你框框破了以後 後面的創意就可以接著來 那麼這就叫Sitting Outside Box 而且以這個例子來講,非常清楚 它真的有個box在那邊 你Outside Box,你就要突破了 譬如說,我們最近像Uber、Airbnb 他們實際上都是Outside Box的一些想法 但我們也知道它有很多的trouble 到今天大概全世界很少哪個國家 真的把它算是一個legal的operation 不知道它存在 那它問題在哪裏? 你Think要Outside Box 但是,有些時候你要注意 你Actually work,你要Inside Box 3號,你可以現在去System 某些地方可能還是要學Compromise Anyway,我們現在的時代 就像剛剛好幾位引領人都講 我們現在的時代是傳統框框的分諜當中 破框,創新,才能夠在典範移轉 我們現在都在典範移轉的時代裡面 才能夠真的生存,發展 人機互動,網路串聯 同分成社區,這可以講 傳統媒體被結構掉了 外在環節的巨變 高齡化,少子女化,社會 貧富兩極化,地球暖化,氣候變遷 這些等於說也是一些新的變數 把傳統一些paradimes也改變了 另外,是科技的衝擊 新科技衝擊到各個行業 有人講工業4.0 我在推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把它叫做產業4.1 我甚至把它叫做生產力4.1 因為它不限利用在工業 其實它是一級二級三級產業都一樣可以使用 它都是科技滲透經濟 有IoT,Big Data,Cloud,AI,Robotics,Blockchain,5G,8K 像剛剛我們這個 提到的 你要遠端,要用大文技做手術 你那個時候可能要8K 那你8K要算數,你可能要5G 所以這些可以講都是第四次產業革命 當然這第幾次有很多的說法 那這 anyhow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講現在這個時代是呼喚 穿越著 這網路上用的用語 來用破綻思維 來面對怎樣新的這個大環境 接下來我們針對標準答案這個說法 我們再往下把它展開一下 創意創新 它思維的這個mindset是什麼 基本上 QBQ 你要能夠洞察問題沒有問題 首先要破除標準答案的迷失 標準答案就是狂話 對吧 我曾經一個經驗 在念書的時候 在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去 發這個homework下來 解了半天把它解了 然後每次叫上去 剛開始 頭兩個日本 每次叫上去 永遠拿筆 永遠拿不到A 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塞 這個學校還有種族其次啊 結果後來我就把 拿A的同學的 卷子拿來看一看 究竟他答的跟我有什麼不一樣 我後來就發現 很多大學都是有數量的 有數字的答案 數字的題目 答案要有數字 你算是算104.8 算對嗎 如果說是對 這個算對 這是起碼 拿個B2 人家真的要看 人家真的要看的是 你能不能夠多想一成 這種討論 你討論什麼 你想什麼 這個104.8 這個答案被我的假設是什麼 OK 它的假設是什麼 它的sumption是什麼 然後這個假設什麼時候會不成立 然後不成立的時候 答案變成什麼樣子 那要拿A的人 他的答案 後面大概一串討論 都在討論這些東西 但是我後來也知道 這個叫做 question behind question 這個assumption behind question behind answer 你要懂得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說 任何事情 這個學校要訓練學生 任何事情就是希望那個學生 能夠碰到問題 別人多想一成 那實際上這個多想一成的能力 實際上 我們也可以講 它就會跟creation joke innovation 自然填上 譬如說 道路拖寬為什麼反而塞 然後 這個像經濟學校講 這個無形之手 你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利益 去表現行為 collectively 這個所謂local action 所造成的global effect 就變成這個社會 就optimize 那這個中間 連結是什麼 但是呢 傳統經濟學院 會遭遇到一個悖論 假的利益 有時候事實上 會造成你的損害 那這個跟前面這個 跟前面這個 這個理論又不一樣了 然後是中間 發生什麼事 所以像這些事實上 都是question behind question 你用這個敏感度 你也要用這個能力去破解 然後再下來 我要提醒的就是 大問題的人力 這兩個之間的差別 這也是我在念書的時候的經驗 那個時候 我們都要念博士班 要申請博班 然後修理一些課以後 就要起訴申請 結果我就發現我有同伴同學 一個老美 Straight A 但是教授們開會 所以說不接受他 當博士學生的學生 我們當時想了一下 我說話到天啊 我們都是有A有B的 他Straight A都不能念 念PhD的這個 這個 進PhD program 然後我們 有A有B 那怎麼混 結果後來了解一下 什麼原因呢 老實說他 只能解別人別的問題 他本身沒有能力問問題 他本身沒有能力發覺問題 OK 所以呢 提問的能力 跟解題的能力 發覺問題的能力 是解決問題 能力更上一層的 創新跟創意的一種素質 譬如說 我們也可以講 這是品牌跟代工 有些差異 代工是解決問題 品牌中間就要去提問題 老二 就是Follow 老大 基本上 開箱桌頭 基本上 你要自己能夠發覺前面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自己要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講 洞察這些矛盾 可以講是創意 創新發想的一個原動力 我們可以講是 老子講的 反射到自動 你發現一些悲論 發現一些矛盾現象 能不能別人可以看到 你看到 你看到以後 你能夠進一步來 可以去挑戰它 很快 所以我們再往下 看看這個洞察 矛盾 這個洞察力 還有什麼俏裏 它是創意創新的基礎 是一個洞察力 而這個洞察力呢 我用四個字 這個從 這個古書裡面走 有人提到這個東西 基為理見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四個字 這四個字代表不同的面向 我們可以把它展開來看一下 基 它是跟時間有關 你要掌握基先或先進 凡是走在問題前面 在起風之前 你就能夠站 就定位 OK 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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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於今天的 大陸的Bad 是不是屬於這種情形 他搶 他搶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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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的說法叫做 古人講的比較 更嚴肅一點 叫做 聖人 觀基不觀世 這個觀是觀察 觀基不觀世 聖人是 在一個大事 變成驅師之前 那個針後 那個灶頭 他看到了 所以他就掌握了 這叫聖人 那等到驅師已經形成的時候 too late 你那時候驅就變成me too 那你進入風海 OK 所以這是基的意思 為 它是尺度上的問題 見尾之柱 你察覺 諸師馬跡背後的線索 你能夠解讀出 就發覺出 它代表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裡面最好的一個故事就是 是Jobs 那時候 他 還沒有發跡 他那時候大概 Apple II 那個時代 但以後是到Zerox去 Lab裡面去參訪 他的眼睛像雷達一樣到處少 然後就發現 在他實驗室的角落 一上灰塵 有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叫做Mox 一個東西是Graphic User Interface 他一看那個東西 升過國際 但他靜悄悄 沒講話 他事實上 那就是他在長期思考的 究竟人應該怎樣跟 電腦運動 跟Personal Compact的運動 OK 那麼 後來就變成他的必殺戟 因動見幽靡隱晦的事 天下的事 天下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實都隱藏在問題之中 就看你能不能洞察它 OK 這個是莊子裡面的故事 有個人他看到有一種藥 他可以讓冬天的時候 那是一個燃坊裡面 一個獨門的藥 冬天的時候 在水裡面操作 手不會有軍令 那看到那個東西 他就跟那個人中心 買了那個藥 買了藥 他跑去找烏王河旅 他說 你將來的軍隊 手上插這個藥 冬天跟這個越國軍隊 當中手就不會裂 就給他生長 後來烏王也很感受 你既然知道這個方法 我就給你一個軍隊 將來下次越軍籃 你就去打 後來連戰結結 最後怎麼樣 武王割了塊地 封了喉 所以莊子就想說 你有這一種 洞見優靈 你會失禮 跨語應用的可能性 你就可以封喉 你不懂這個可能性 祖傳了也一輩子 只能在做這個燃坊裡面 做那個小生意 OK 那麼 以今天的眼光來講 就表示說 他是一個創頭 他是超級厲害的創頭 可以這樣講 OK 這個事實 以前就存在 微微糾糟 我們就不講了 劍 劍 劍端之末 預劍取勢 行程之前的增長 只要量變質量開始發生了 莫爾定律大概是最厲害的 他60年前就把SD產業 後來發展的節奏 整個就定一下 洞察裡的應用 當然就會有很多面向 知性面也可以用洞察 理性面也可以洞察 感性面也有洞察 運用的空間 然後你透過這種洞察 你可以發現到 典範變遷下 需求的改變 需求是什麼 我認為需求就是痛點 我們下面就對痛點再來看 痛點實際上是價值所在 發現痛點 你能夠想出一個療癒的方法 那就是價值 所以 發現痛點就是真實的需求 我們要先找到法 再設計 在這個地方 日本有個好玩的 給我們一些形式 日本有個叫做 沒有用的芭比 無用方便站 日本人有時候 東向西向會設計出一些 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舉例講說 抽雷馬桶 他怕你去小姐的時候 你會有聲音 你覺得有embarrassing 所以他就放點音樂 把它化解掉 吃拉麵 嘻哩哭哭 你覺得有點不文明 所以有叉子 他可以發一種聲音 把你這個 嘻哩哭哭聲音把它提消掉 有用沒有 有人說 這是很廢的設計 不過也有人 看到這個設計 哈哈一笑 這一笑實上 達到一個 不用之用的效果 看你追求的是哪一個 滿足需求 化解痛苦 再一化解痛苦 你要用剛剛講的 那一串 新獨特有用有價值 一路上去 最後 大概可以出來一個有用的公式 這方面比較有名的是 破解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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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們講 鍵盤 其實是工業革命的一個盲場 我們到今天很多的輸入 我們還是用鍵盤 但是 Apple到後來 他的iPhone會怎麼成功 他等於某種角度 他捨棄鍵盤 就讓人可以用自覺的方式來操作 那個事實上 就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 從鍵盤這種不自然的方式 到回歸自然 這中間 他就滿足了一個長期未被滿足的需求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有個觀察 工業革命使人像機器 AI革命使機器像人 這樣可以讓人可以從很多的活動上 解放出來 解放之後要幹嘛 這是大家來想的 超車要走不同的車道 如果你永遠是跟著別人走 你永遠是看到我們要車尾燈 你一定要換一個不同的車道 所以就不注意 破歸自然 創新事實上有這個意思 這邊有第一跟唯一的一個討論 有人說 不只要第一要唯一 因為你如果是第一的話 你永遠在一個紅海裡面 因為永遠有一個第二會追上 那如果你要佔了一個唯一的一個位置的話 那你就是在一個藍海裡面 別人 無從超越 在這個面 我自己當時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推台灣的自行車比賽 我要把國際的好手都找來 那我怎麼樣來設計一個場域 變成唯一 我就發現台灣一個東西唯一 從海平面離到327275公尺 大雨嶺 那個山上 我們周遊路可以通 然後全長大概100公里 這麼短的距離 一頭接海 一頭接山 而且是落差3000公里 全世界找不到 你在二輩子上 你可以找得到3000公里落差 但是另外一頭 絕對不在海上 所以那個就變成 我一個唯一的賣點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只花了四年時間 全世界一樓好手 每年都來挑戰 獨角說就不講了 現在一個差不多了 最後 結語 這倒是非常濃縮了 有些東西我就 第一個 創意傷心 重點的歸納 核心機制是思維的破壞 要開放 思維習慣 這樣跟竅門在哪裡 你要創新的話 你要發覺 Question不像的Question 你要有敏銳動作力 是創意跟創新的基礎 發現重點 是創造價值 創新的起點 OK 然後另外最後 一個提醒 有一個叫做 Survival Biasis 這個說法 就是英國二戰的時候 飛機 轟炸 後路回來 然後人家說 要強化飛機的 結構強度 讓它能夠 挨得起打 所以就在 回來飛機上 找哪裡彈孔最多 那個地方就不強了 後來一個叫做 說 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飛機都飛回來 那個地方 就表示 已經很能挨打 對不對 你真的要去找的 應該是掉在海裡面 掉在陸地上 這些被打下來的 那個才是它真正 這個 這個 需要補強的地方 OK 所以後來大家說 你的sampling 如果是 選這種sample 選 survival這種sample 你來做那個的話 你得到的結論 結論是個偏差 OK 那 所以呢 我們有兩點 一點 失敗是成功之母 這個 如果你真的 能夠找得到 掉到海裡 掉到陸地上 這個 摘下來的飛機 哪邊哪塊 你在那邊補強一下 你可能這樣講的時候 飛機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能耐打 那麼 國內這件顯示說 創新是高貢獻事業 另外呢 我也要提起 成功是失敗之分 就有人成功了以後 他就想複製 以前自己的成功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你大概第二次複製 大概就準備失敗 因為 你那個行為 本身就符合創新的意思 OK 所以我想 今天時間很短 就跟人家分享這幾點 那麼如果你對 這個 我的這個 這個 講義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照這個QRcode 大概可以拿得到這個 這個講義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請大家 呃 請這樣 請這樣 謝謝 馬次博 好